哈囉大家好,我是Lisa 我們今天要來做抹茶紅豆手絲麵包 準備的材料爐上 材料的細節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將高筋麵粉、酵母、鹽、糖、抹茶粉、雞蛋及牛奶放入盆中 開低速螺層團後加入室溫軟化的奶油 繼續揉至出現薄膜即可,不用手套膜 室溫28度的環境下發燒40分鐘 四十分鐘後將麵團分割成九份 將分割的麵團滾圓 我用現成的紅豆餡,這個小蒼紅豆蠻好吃的,每份30克 再將紅豆餡包入麵團中 黃豆腥飯 放入漆粉 放入蒜bert 8吋烤盤鋪上烘焙紙 將麵團依序放入烤盤中 放入溫暖的地方發酵25分鐘 烤箱內放一杯熱水 烤箱預熱160度C烤20-30分鐘 烤到表面顏色為自己喜歡的 就可以蓋上鋁箔紙了 出爐後放涼 接著可以用融化的巧克力畫眼睛跟嘴巴 放入溫暖的部分 試用融化的白巧克力跟抹茶粉調製的抹茶巧克力 這樣抹茶紅豆手絲麵包就完成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